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戴衛sir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失散了 請你重新再訂閱 多謝大家 本來在11月16日的時候 立法會會召開一次會議 最主要的是審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 去提交第四次的報告 而是會進行審議的 而且還會進行現場的討論 他就徵求民間團體或者個人相關意見的建議 我就以公眾身份去報名 但結果那天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不會有公開的聽證 我這篇文章是和趙左榮教授一起寫的 我將文章的大概內容和大家報告一下 我就寫到 我是真心關心香港的香港市民 趙左榮教授是旅居澳洲的香港人 但對於人權的看法 我們有共同的信念 我們認為人權應該互相尊重 這是必然的事實 民生和經濟是人生的價值觀 是人類的權利 更加重要的是要互相尊重和基本的自由 但在互相尊重的原則之下是有底線的 亦都是普世的價值 但是由2019年的6月開始 這個底線被徹底破壞了 因為去年的黑暴事件 令到香港人的互相尊重 受到嚴重的損害 香港極需要和國家接軌 無論在各方面都需要進行密切的融合 其中重中之重是甚麼是真正的人權 正如2018年12月10日 習近平國家主席 自信中國人權委員會 紀念世界人權宣言 發表的70周年座談會 強調堅持走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習近平在信裡提到 時代在發展、人權在進步 中國堅持將人權的普遍性原則 和當代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走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 奉行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 將生存權、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 協調增進全體人民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權利 努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其中環境的權利是2018年12月10日所新增的內容 但是香港人經歷去年2019年6月開始的社會事件 顯示部分香港人口講西方的人權價值 實際上並非人權 而只是重視自己享有的言論自由 不知道如何尊重其他人的自由 而且運用不恰當的暴力對待不同政見人士和一般市民 包括違法佔路、起底、網上欺凌、暴力恐嚇、破壞、放火焚燒店舖 甚至極端的施語暴力、甚至謀殺 這個難道就是所謂的人權? 這個正正是損害他人的言論自由 及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樣的做法對香港人是一個極大的損害 以上種種正損害港大香港市民的人身自由和保障 另一方面 某些慈分者經常把公約放在嘴邊 他們朗朗上口 但是就刻意不提及公約有多條條文 給予政府遇到國安議題時 是會擁有較大的權力去限制個人的行為 例如第十四條 容許以國安為由限制傳媒到法庭旁聽 第十九條 容許以國安理由限制表達的自由 原來全世界都有共識 國安是凌駕個人的 但是香港立了一條國安法席 竟然引起軒然大波 顯然大部分的人並不準備了解公約的精神 真正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和精神 更不要說他們完全背棄了聯合國憲章第一章的宗旨和原則 特別是第二條的第七點 要求每一個成員國都不應該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原則 上述兩點正正顯示香港人權教育的不足 大部分自稱了解人權的人其實是知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 我建議政府應該加強在中小學做出全面符合國情的人權和正確的環境權利教育 比方內地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中果斷地執行控制疫情 寧願暫時封關保護每一個國民的生命和財產 達致人民生命財產和國家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這些全部都是環境人權和人權息息相關 輕重援急屬先屬後的實例 不像現在某些地區或國家 只是空泛地推廣個人的自由理念 而是要多教育尊重他人的權利 個人的權利不得凌駕國安等等公約的提倡 但是香港人不了解真正的環境權利 這些人權的理念 比新一代清晰地了解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是人權的基礎 亦都是一國兩制的真正含義 假如沒有這一方面的認知 黃倫人權沒有法律規範黃倫自由呢 所以我們期望香港特別行政區 針對人權有更加深入的詮釋 而且推行正確的人權和公眾利益教育 令到全香港市民更加尊重人權 懂得包容和感恩的心 這個才是真正的人權 好 今天我的宣讀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